电视剧《走向共和》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还有这个电影《透明状》 这些影视作品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皇宫王府大多数的装扮华丽 但是当镜头晃到民间的时候 就尘土飞扬一片荒芜 和其他偶像类的影视剧 对古代民间刻画完全不同 这其实还不能说是这些偶像古装剧都不认捐 而是历史上早期的王朝恰好都处于温暖期 根据目前气象观测的结果 中华在商代时候气候非常湿润 中原一带生活大量的犀牛和大象 后来气温都逐步下降 但也有回暖期 比如说像唐朝 唐帝国时期 整个亚洲的气候都相对比较温暖湿润 就连青藏高原都变得适合居住 这也是土拨势力能够在青藏高原崛起的原因 等宋代以后 气候就开始逐渐下降 明朝末年就是吃了气候寒冷亏 农作物减产压垮了明朝 清朝也是一样 从1780年开始 中国的气候又开始越来越冷 降水减少 土地干涸 这倒不是最要命的 真正可怕的是中国的人口 夏昌时代 中原的人口还不到1000万 唐代的时候达到了6000多万 这些人口按照中华的土地的面积来算 确实能够养得起 毕竟整个东亚最适合种地的好地方 都在夏昌时代就被我们的祖先给占据了 可是宋代以后 中国的人口就逐渐突破了一个亿 但问题是 原本的耕地数量没有变 吃饭的嘴却多出了几千万张 清代到了嘉庆后期 安徽一代 平均每个人的耕地面积还不到一亩 这也就直接导致 清王朝的老百姓长期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这个还不是清朝皇帝们的锅 因为他们也不想 但是以当时皇帝们所掌握的知识水平 是无法解决人口上涨和土地不够用的问题 难题无法解决 社会矛盾也就会越来越重 这个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在西方人的照片里 清末的中国人都是面黄棘兽 因为当时的中国人确实是吃不饱 都是面黄棘兽